第十题胖虎为了这次的个人演唱会穿着了一套在白光的照射下呈现色彩缤纷的舞台服装 歌迷能够看到这件别具风格的舞台服装是因为A这件舞台服装是发光体 那么题目并没有说我们的服装是发光 而且他是说在白光的照射下呈现不同的颜色 所以他应该是反射光线而不是他本身是发光体 选项A是错的 选项B这件舞台服装能将各种色光完全吸收 如果他把各种色光都完全吸收 衣服就会是黑的那就不会呈现色彩缤纷的样子 所以选项B是错的 选项C这件舞台服装不吸收也不反射任何色光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我们要嘛就要吸收要嘛就要反射 不会既不吸收也不反射 选项C是错的 那么只剩下选项珠是对的 这件舞台服装能反射光线到达歌迷眼中 我们能够看得到东西 看到颜色 就是因为有光线进到我们的眼睛 那么这个服装反射了各种的颜色到我们的眼睛 我们就会看到色彩缤纷的舞台服装 第十题问我们说歌迷能看到这件别具风格的舞台服装是因为 我们答案选的是朱 这件舞台服装能反射光线到达歌迷的眼中 这件衣服装能反射光线到达歌迷的眼睛 这件衣服装能反射光线到达歌迷的眼睛